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们不是国内最好的医院吗 你必须把王姐给我救好 病人加速请放心 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一定会全领复的 你在这儿发疯了 有什么用啊 王姐都要换肺了 我能不发疯吗 病人因为肺炎 引起了肺衰竭 最坏的情况 就是要在肺部移植后 才能进行自主呼吸啊 肺移植的成功率有多少啊 根据国际新肺移植协会的统计 五年的存活率是在百分之五十 只有百分之五十 风险呢肯定是有 好在病人年轻 康复的希望也高于平均值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现在器官供原比较少 我们只能是等待肺炎的同时 尽量延缓病人的肺部衰竭 只是现在病人情况不容乐观啊 我已经辞职了 我已经辞职了 以后你不会是一个人了 我每天来陪你啊 我每天来陪你啊 冯先生 哥知道你一定很疼很难受 是不是 不是 这段时间 没有你陪我半醉 你知道我的生活过得 有多么无聊吗 是 冯先生 冯先生一直在外面等你呢 还真的挺奇怪的 以前总觉得他配不上你 这两天接触下来 觉得你俩很登对 很般配 大颜哥 你一定要醒过来 你要好好地对待众生 哥还等着你们结婚的时候 跟你发大红包呢 兄姐 你知道吗 你是让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感觉还有点亲情感的人 大颜哥 你一定能挺过来 好吗 我还是要不要 你觉得我可以去哪里 还是要在哪里 就是那里 你让我来到哪里 在哪里 你对到哪里 你个人家 的外赛 你做得不好